七夕情人节快要到了 不管你是有情人还是没有情人 你都可以在电影里面找到一段克服明星的感情 今天我要推荐三部我个人近期非常喜欢的爱情电影 提供大家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第一部2009年上映的恋夏五百日 500 days of summer 表演是后来去拍了蜘蛛人惊奇在一起的Mark Webb 今年还有一部口碑相当不错的天才的礼物 主演的是Joseph Gordon-Levitt和Zoe Deschanel 这对CP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两个人后来还为了Zoe的乐团 去拍了一次非常可爱的MV 电影续出一段两个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 全面没有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 反而依照男主角的心态 穿插这五百日之间的回忆 这部电影口碑非常好的原因在于 看到每一个看完的人都对爱情的想法有重新的醒思 电影有一点像男生版的 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 打破一些人对爱情的想像 尤其是男生 但看完这部电影还是会让人非常体验到一场真真实实的爱恋 尤其是Zoe 饰演的桑莫这个角色 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 然后让每一个男生看完之后就觉得 啊!女生就是这么的难懂啊! 第二部2011年上映的真爱挑日子 我拍过《明渊教育》的丹麦籍寄导演 Rone Sherfield 指导 由 Anne Hathaway 和 James Druggers 主演 这是我心中安海成为最美最有魅力的一部电影 上一部电影是五百日故事 这部电影则是十八年的故事 电影叙述两位主角在大学毕业的当天邂逅 并决定成为朋友 约定了一天7月15号 每一天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见面 一直对对方有好感的两人不断地在曖昧来曖昧去 虽然没有在一起 不过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陪伴着彼此 这部电影精彩的地方在于 随着时间线的退役 我们一直看到两位主角在成长和转变着 经历人生的高潮还有低潮 而人生最完美的感情莫过于 无论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 都有一个人陪伴着你 而最美好的爱情 也应该像片中的两个人一样 是一辈子的朋友 两个主角都演得精彩到不行 尤其是两个人之间的对手戏 散发出来的魅力 真的是你死人了 你看看这张海报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 第三部 2014年上映的《生命中的美好》 和《The Thought of All Stars》 George Boone的指导 Charlie Woodley 和最近《玩命在节》的主角 Ansel Egger主演 这两个主角配在一起的画面 真的有一种非常可爱 纯真的感觉 这段爱情是三部里面最空空烈烈的一部 而这对CP 也是这三队里面最年轻的一对 在他们充满生命力和真实感的演出之下 这部电影显得相当的温馨幽默又感人 这是关于两个青少年 生离死亡的一段爱情故事 两个主角都不是一般的年轻人 他们失去了一般人所拥有的健康身体 Ansel Egger就是在这样的限制之下 在知道自己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 更去把握当下 他们依然去争取他们精彩的人生 而最感动的人就是 这两位主角 他们没有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一场美丽的恋爱 就像流星一样消失在夜空当中 可是却留在了所有人的心里面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三部爱情电影 这三部里面你喜欢哪一部呢? 你想看又还没看的是哪一部呢? 或者是你接下来准备要看的是哪一部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恋下五百日 珍爱跳日子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这三部你会选哪一部? 期待你的答案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找到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的话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祝你今天可以找到一部喜欢的电影 拜拜 игры introduction 试炼 uk